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哥 Hello 大家好 小唐 人类最古老而又强烈的情感就是恐惧 而最古老而又强烈的恐惧又是未知 这是洛夫克拉夫特所说的 乔伊斯说 洛夫克拉夫特对后世的恐怖小说家 都施加了无可估量的一个影响 斯蒂芬金说 他是二世纪最伟大的古典的恐怖故事作家 他就是洛夫克拉夫特 他生前坎坷落魄 他所写的奇幻惊悚的故事 一度的无人问津 死后人们才开始发现了他故事的价值 而整理出版了名叫克苏鲁神话 那么在克苏鲁神话出版几十年以来 无数的作家包括斯蒂芬金在内的续写 或者是延伸都是有关于他的故事 无数的耳熟能详的游戏 或者是影视作品的出版剧 比如说游戏中的魔兽世界 电影里面也拍过魔兽世界 血缘诅咒 怪奇物语 普罗米修斯 异形 烟灭 都是非常著名的科幻电影 等多多少少全部里面都有克苏鲁的影子 那究竟什么是克苏鲁呢 所以时间要回溯到1937年的3月15日 当时一位名叫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的 美国的恐怖小说作家 在群控潦倒的《中世纪》与世长辞 其唯一留下的财产 便是几十部关联松散的恐怖小说 但因其备受争议的内容 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格格不入 所以无人问津可谓是悲惨至极嘛 而在作者死后呢 事态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个改变 人们拙见的就意识到啊 在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世界 虽然并不完整呢 但却充满着狂野和恐怖 而给人类啊 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因为这些故事中 而触及到了我们人类的精神中的 某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 而这种未知的恐惧感 在洛夫克拉夫特之前 从未得到过清晰的一个诠释嘛 后来呢 就有人将这些作品中的许多设定啊 就提炼为一个世界观 这便是克苏鲁神话的一个处形 通俗一点来说呢 克苏鲁就是连通人类集体潜意识 这些毫无理智的神话呢 全部都是从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上下载而来的 就是从阿卡西下载而来 对啊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潜意识领域吗 不是也有这个说法 那么克苏鲁能够让你连上集体潜意识 比如你好像总感觉到有一些无法描述的东西 在控制着你的梦境 支配着你的恐惧 我们人类都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事实上这些东西呢 他就称作是克苏鲁 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些东西啊 用笔写下来而展现到了我们的面前 这些创作就组成了克苏鲁宇宙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克苏鲁神话 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叫做克苏鲁召唤 在1925年的3月1日呢 有一位教授呢就留下了一份手稿 一天一个比较神神叨叨的少年呢 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少年对他说 最近我在梦中啊 总是出现一个沉默的古代的一个城市 尤其是在2月28日那天晚上 当地发生了一次小的地震以后 他就经常会梦到这个梦 他在梦中他就进入了那个古代的城市 他说里面就布满了绿色的泥土和一些象形文字 但在这个城市的深处呢 就好像有一个深渊 那个深渊内就传出一些啊 他听不懂的语言 所以当时呢 他就听到了六个音节 那六个音节仿佛就在说 就是这个意思 似乎和邪教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这种情况反而让教授更加的不安 接着少年又拿出了一个雕塑 少年说这是他在28号那天晚上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 醒来之后就已经握在手里了 梦中雕刻出来 有没有可能不是他梦里面的那个 潜意识对吧 另外的他 对 去雕塑那个东西 或者说是梦中的那个克苏鲁呢 控制他的潜意识来雕刻出了那个东西 这就可以说是梦游啊 就有些人梦游不是醒来的时候 都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对 那么教授呢 是一位92岁高龄的一个考古学家 是古碑文领域的一个权威 他知道少年的梦境的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啊 教授每天都和少年呢相谈 直到3月23日这天 少年突然消失了 为啥消失去哪 教授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来到少年家来找少年 原来他发现少年发了高烧 而不省人事 一直到疯狂的叫喊着说 有一个几公里高的一个怪物 正在追赶着自己 但是9天以后 少年突然痊愈了 痊愈之后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 就是从前那一些天 他跟教授所谈论的 有关于克苏鲁的事情呢 全部都不记得 他是不是在他生病的那段期间 刚好跟他前一世的那个人 对调身份 有可能啊 或者是他稍活动了 所以教授就展开了一项调查 通过自己的社交圈 教授就收集了全世界各地 很多人的梦境 那么这些人的梦境 都是发生在2月28日 当天地震的那个时候 一直到4月2号之间 也就是少年梦到 那个古代城市的那段时间 教授就发现这期间 工人阶级完全梦境都是正常的 但只有那些科学家 学者和一些艺术家 诗人们都会出现了大量 类似于跟这个少年一样的梦 我知道有可能 就是因为像这些 我们俗称的这种高知识分子 他们那个灵界的那个精神 精神比较强 对 也是他们读了很多东西 对 然后对整个世界观跟宇宙观 眼界比较开阔 对 也比较愿意去相信 对 所以他对那个灵性的那种召唤 会比较敏感 工人阶级每天就只想着吃饭 肚子饿了 工作 工作 赚钱 没钱就要赚钱 对 然后 满足自己基本的那个需求 对 他对精神 没有在修养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想这些方面 所以他们的这些人的梦中 都出现了跟少年梦中 相同的那个城市 还有模模糊糊的一些 诵经的声音 所以教授在调查之后 就得出了结论 在2月28日到4月2号之间 全球范围内的人类 狂躁的情绪普遍都增加了 而南美的一家报社 就收到了好几封匿名信 就充满了狂热的各种字眼 信中就写的全是人类绝望 惨绝的未来的一些景象 美国的乌教徒 在那个时候呢 也都聚在了一起 印度的土著也发生了暴乱 海地的一些乌独教呢 在那个时候正举行着各种狂欢 所以时间又回到17年前啊 在1908年的 美国考古学会的一个大会上呢 这个教授呢 就在那个会上在演讲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警探来会场 就找了他 他带着一个丑陋的一个小石雕 希望考古学家们 能帮他辨认这个东西 这是他几个月前 从一次抓捕行动的现场而缴获的 因为他怀疑这个乌独教的信众 正在举行着聚会嘛 而那个小的雕塑看起来 就是一个半人半章鱼的一个东西 还长着篇幅的翅膀 在场的各种考古学家 一个一个传看这个雕塑 没有人认得出来 也没有人能读得出来 上面的那个古怪的一些文字 在考古学家的追问之下呢 景探就讲出了 这个小石雕的具体的来历 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 他不断地接到报警 就是有妇女儿童的失踪嘛 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沼泽和湖泊一带 跟着线索他就去追踪 他就撞见了一群 在沼泽中的一些狂热分子 当时的场景啊 就让他非常的崩溃 这个邪教的仪式就过于恐怖 所以被绑架的一些人 都已经被献祭了 献祭的人就多达 一个山一样的形状 我的天哪 狂热分子们一直围绕着一块 正燃烧的巨石在跳着舞 而石头的上面 就摆放着这个雕像 而且他们在献祭的过程中啊 在他拉莱耶的宅中啊 等候梦境 他们嘴中都在说着这一句话 所以可见原来17年前 这个教授就已经接触 或听说过 可苏鲁和拉莱耶这个音节 当17年后教授又从少年的梦境中 听到这个词汇的时候 他已经感觉到情况非常的糟糕了 因为这个可苏鲁可能通过梦境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扩大他的性状 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那么在1925年的4月18日 悉尼的公报就报纸上刊登了 一个石头的雕像 和之前的那两个雕像呢 一半是人一半是章鱼 还长着篇幅翅膀一模一样 那么报纸上就写着 海上发现了神秘的船只 只有一人生还 一人死在了船上 获救的这个海员呢 神志不清 拒绝讲述海难的经历 而死死的抱着这个雕像 恢复了知觉以后呢 幸存的船员就讲了一个古怪的故事 这个船员叫做约翰森 他说他们船上本来有11个人 在海上呢遇到了一艘船 那个船上是一些比较行为古怪的人 这些人看上去就像发疯了一样 而且那帮人还让他们立即掉头 但是他们没有听他们 发疯的那一艘船 让他们赶紧走是吗 对让他们掉头回去 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 然后他们就又开始攻击他了 对那个船就开始用炮火攻击他们 于是他们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 最后登上了那艘船 和这群人就是搏斗了起来 战斗结束以后 海盗们就全部都被杀死了 而同时他们的队伍中 也有三个人阵亡 但是好奇心的驱使下 剩下的八个人呢 还是沿着原来的路线继续前进 而没有掉头 想要看看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他们就发现了一座小岛 查了好几份地图呢 大家都没有发现 这个小岛在地图上有任何的记录 所以约翰森说 他们登岛以后 就碰到了一些 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事情 胆子真的挺大 地图上没有了岛还敢上去 六名船员最后就死在了岛上 原来他们一行八人登上岛以后 发现了这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幽灵岛 而岛上的巨石结构 完全不是地球上的任何的几何结构 然后他们八个人继续前进了 直到遇到了一扇巨大的石门 石门上就叼着那个半人半章鱼 和蝙蝠翅膀的那个雕刻 石门露出了一道道细细的门缝 门缝里面就是纯粹的黑暗 而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气味 接着呢一阵滴答声 所有人就开始聆听这个滴答的声音 直到一个巨型的东西 拖着那个滴答的声音 从那个门内挤出来的时候 挤出来 对啊 它是烟状 雾状的什么 章鱼那种的吧 软竹类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是无法描述的 疯狂的极致的一种 藐视时间和古老颠覆一切的 物理规律的一种奇异的东西 它最后出来那个门以后 它像山一样高 几公里 这个东西啊 正是克苏鲁本身 就说明克苏鲁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怪兽 那么一群水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让沉睡了亿万万年的一个克苏鲁 重新的苏醒 他们其实啥也没错 当他们回到船上的时候啊 只剩下约翰森和另外一个水手两个人 所以约翰森立刻把船掉头啊 全速前进 迎面就撞向了那个东西 因为他还有一丝理智的话 他就认为他根本就是跑不掉的嘛 所以他只能往前冲 只有撞上去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 所以那个粘稠的东西啊 从天上掉下来了很多东西 当时像无数条开长破肚的那种死鱼一样的那些东西 而一阵阵恶臭的也弥漫了开来 像是同时打开了很多的墓穴 一阵巨响在空中爆炸呢 他们那个船立刻就被一个绿色的浓雾所包裹着 就完全失去了方向 接着约翰森看到的船尾是一堆破碎的胶质的碎片 在那里自我组合变化 出现各种恐怖的形状 跟异形很像 所以约翰森开足马力一口气冲了出去啊 这一切都结束 直到他们漂流到岸边的时候呢 约翰森已经彻底的崩溃了 他抱着一个雕像就不会说话了 那么读完这份手稿之后呢 当时研究的那个教授死了 上岸的这个约翰森也死了 他们全部都死了 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 约翰森还侥幸地逃出了那个岛 对 有人说是一个秘密教会将他们杀死 而这个秘密教会呢 依旧存活着 那么这个秘密教会 有没有可能是共济会呢 虽然科苏鲁神话被称为是神话 但其实它是一个小说的体系 并且每一种故事模式 都对接着我们人类的基本的一个情绪 比如冒险故事的背后就会有好奇嘛 浪漫故事的背后就会有爱与情欲等等 但是在诸多的一个情绪的背后呢 却有很多很强大而未知的一些存在 这些具体的表现便是 科苏鲁神话中的诸神的一些形象 一旦人们对此产生好奇啊 并进行探索的话 往往带来的就只有灭亡 既然这位被斯蒂芬金 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创造出了一个科苏鲁体系 那么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是后来无数的作家 创作者游戏公司影视公司 如此的趋之若鹜呢 首先洛夫克拉夫特描绘出了一个 前人从未有过的恐惧的情绪和体系 那么实际上 它也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故事母体 如果由此而衍生呢 那便会赐予克苏鲁神话 无限的延展性 其次是人们对未知的一种恐惧 典型的克苏鲁故事往往都是这样的 就是主角和小伙伴们 探索到了一些未知的东西 结果都一一遭到了某种恐怖的 神秘的远古邪神的力量 最后所有人都非死忌伤 比如它的代表作《疯狂山脉》 讲的就是科考队在南极的群山中 发现了外星生物建立的远古文明的遗迹 而科考队员们在与其接触时 纷纷都陷入了疯狂 而异形的前传普罗米修斯呢 就是受到了这段科幻作品的一个启发 只不过呢 地点从南极就移到了外星球而已 总的来说呢 科苏鲁的故事描述了几乎都是人类 深入未知领域后而遭到了厄运和灾难 最后是对巨物的恐惧和邪神的冷漠 我们知道很多人深深自己看见 尺寸巨大的一些生物 都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嘛 这是所谓的巨物恐惧症 而科苏鲁神话中的诸神呢 正是一个个都是庞然的巨手 这些巨物所造成的强烈的恐惧感呢 就是体型和力量的直观的呈现 而这个背后啊 更是人类面对这种压倒性力量 碾压而产生的一种无力感嘛 正因为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却毫无办法的无力感和压迫感 就造就了科苏鲁神话的一个独特魅力 一般的人类认知啊 神无疑是高于人类这个级别而存在的嘛 在必要的时候呢 神肯定会眷顾人类或者是惩罚人类 而在科苏鲁的神话中啊 这些邪神对人类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个字 邪恶 冷漠 不关于死活 对啊 因为所有的神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也没有什么对人类有明确的敌意 可这就好比你走在路上啊 无意中踩死了几只蚂蚁 你会觉得自己邪恶吗 不会啊 这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蚂蚁会觉得你邪恶 因为你伤害到了他们啊 所以归根结底 这都是人类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如洛夫克拉夫特在文中所说的 人类啊 跟宇宙比起来就毫无意义 如果真的有神的话 根本不可能帮助如此渺小的人类 除非呢 他们怀有恶意 就是他想要占领你的地方 使用你的资源 对 所以在这样冷漠的背后啊 或许我们就能够得出更可怕的理由 那就是邪神啊 并不是对人类不屑一顾 而是连不屑的这种想法 都是人类自己的一种单相思 人类自以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思维啊 从而推断出宇宙中 其他生命智慧的一种存在 殊不知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世界观里面 这只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而已 科苏鲁这个单词啊 就是希腊语中的地球 那么通过梦境与人类沟通的科苏鲁 就是所谓的集体潜意识 而洛夫克拉夫特认为 宇宙没有神智 只有本能 所以他根本不会关心人类在想什么 所以人类啊 妄图用自己的理智去理解宇宙 那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未知的恐惧当中 假设你的脚边有一只蚂蚁在爬 你会不会在意有没有踩死它呢 因为它太渺小了嘛 是死是活啊 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分毫的影响 所以在克苏鲁神话中 描述的远古邪神的眼中啊 人类就是那只蚂蚁嘛 这就是洛夫克拉夫特的宇宙主义的哲学 所以大家觉得呀 洛夫克拉夫特所说的宇宙的哲学 有没有道理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